物質三態指的就是固態液態氣態 所以固體液體氣體有什麼差別呢 我告訴各位這三種東西唯一的差別就是原子跟原子的排列距離 所以你看什麼是固體 原子或者原子分子或者分子的距離很近 就會形成間解像這樣子就有間解 那因為間有間解所以原子跟原子之間的影響力很大 排得很整齊這個叫固體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到剛剛的這種固體是不是都有間解 有沒有這個是分子這個是分子 可是分子跟分子之間是有間解 什麼是液體呢 你當溫度升高的時候呢 這個原子跟原子的距離是不是變大 變大之後那個化學鍵就斷了 斷了之後呢 這個分子跟這個分子是不是就有個距離 之後就到處會到處亂流 那個就是液體 所以呢分子跟分子的距離比較遠沒有間解 然後彼此的影響力小而且排得有點混亂 譬如說剛剛講的這個水銀啊 或者是這個水分子 這樣可以嗎 所以水分子跟分子之間的距離是比較遠的 所以就會流來流去 可是你把溫度降低的時候那個距離是不是就變近了 變近了之後就會變固體 但還是水分子 它分子還是長這樣 氣體 原子跟原子的 分子跟分子的距離很遠 然後沒有間解 沒有影響力 排列很亂 所以到處亂飛 那是氣體 所以二氧化碳的氣體呢 基本上每一個分子都是二氧化碳 但距離很遠 你把溫度降下來的時候 那個二氧化碳分子距離就變近 就變固體 對 那有一種東西叫做液晶喔 這個你應該聽過 就是我們講液晶顯示器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東西 我解釋一下 它很特殊 它是一種液體 那可是液體通常原子距離比較遠 所以會到處跑對不對 可是這種液體很特別 它還是會到處跑 但是呢 它的分子跟分子的影響力並不小 所以會排得很整齊 那會排得很整齊 這種東西很像固體 那所以呢 科學家就把它叫做晶 各位你看這個晶怎麼寫 是不是三個字 就代表原子排得很整齊的意思 那這種看起來像液體 但是原子又排得很整齊的這種 很特殊的液體 他們把它叫液晶 所以有科學家認為 液晶呢是物質的第四態 也就是正常物質只有三態嘛 固態、液態、氣態 那有一些科學家就覺得說 液晶應該是第四態 可是呢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 液晶就是液體 你肉眼看到就像水一樣 這樣可以嗎 你去那個顯示器廠去看那個液晶 看起來就像水 有點顏色 但是不是灰灰的顏色 但其實就是像水 根本就是液體 它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液體 它的分子會排得很整齊 這樣而已 所以我們這邊舉一個例子 固體的原子是不是距離 這個水分子跟水分子距離很近 就會有間結對不對 就是冰 你加熱之後呢這個 假設這個是分子 這個中間的鍵不是斷掉了嗎 斷掉之後這個到處跑 就變液體 你再加熱它的距離又變大對不對 就到處飛就變氣體 是這個意思